现在什么都在涨 你觉得400元有可能吃到饱吗 告诉你 在台北市有一间牛排馆 只要点一份339元的排餐 还有超过50种的咸食甜食 可以让你挑选 另外在新北市有一间铁板烧 最低也只要200块 吃铁板烧之外 另外还有炒饭炒面汤 无限时 牛肉在铁板上 高温热炒拌上佐料 再加入调味料就能上桌 还有经典的鸡腿排餐 加上满满一大份青菜 评价铁板烧 不只有肉有菜 还有 只要论点一样 主餐周边的自助吧 像是排骨汤 玉米浓汤 炒面炒饭 甜点都可以无限序 满满一桌吃到饱 而且还不限时间 不仅主餐份量给得很大方 看看这碗炒饭樱花虾铺的 满满满 冰淇淋蛋糕饮料 任你挑给料十足 就连平日中午也是作物学习 应该是很多样吧 而且可以一直吃 现在很多铁板烧都是白饭 一碗还要再加钱 喝它都不用 对我来说 我的食量来说 我觉得我会吃得很饱 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以CP值来说 我认为是高的 让消费者能够吃到饱为原则 不要说每次出来吃到饱的时候 都要花很多钱 这样就上市它的意义 我只要说微博的利润 有赚一点就可以了 不只铁板烧自助吧 吃到饱 最佳不到400元 平价牛排自助吧 也很夯 后切牛排在铁板上 煎得滋滋作响逼出肉汁 点一份399元排餐 就能享用自助吧 吃到饱 经典的还有这一道 香喷喷烤披萨出炉 店家现场制作 并拼手工现感现烤 尤其店内还有沙拉炒冬粉饭 鸡翅汤品甜点饮料等 无限倡议 因为这边都是上班族的市场 还有一些家庭客 以牛排吃到饱 加披萨加自助餐 中低价位的一个战略 来主导中山区 这个清华区的一个市场 万物起涨时代 高CP值自助吧 民众可以尽情享受 吃饱吃满又能省荷包 动森财经新闻王家宏 戳小剑台北报道